加拿大要大赦了吗 这次是针对黑一代加拿大工作过的这些黑户 全部大赦 这是真的消息吗 据说有60多万人的 不敢相信 Hello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波 我的频道中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上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最近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 也是有很多很多人问到我 加拿大要大赦了 是真的吗 其实这只是一个提案 真正落地的时候 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但是这个也是让很多很多人 炒流量的时候到了 加拿大要大赦了 你们快来吧 那根据我在这边 已经将近六年的时间 我个人感觉这次大赦 基本上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具体 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也探讨一下 最近曼省 捞分的情况和曼省现在 暗自积压 到底适合不适合来加拿大曼省 拿身份了 这两个问题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为什么我说加拿大这次大赦 是不是太可能的 因为加拿大真的操作起来 真的是太非常非常的 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这么跟你说 加拿大现在说 每年要招收五十万新移民 但是 已经很多很多申请人在 在等待 审批了 毫不夸张的说 现在入境加拿大或者 申请加拿大移民 有一百五十万 二百万都不 毫不夸张 为什么他还会说 要招收大量的 就是说 大色新移民 大色黑工 因为加拿大现在 我给全球放开了 我加拿大 是 现在我要大量招收新移民 但是 我就是不给你们审批 我就是压着你们 我就压着你们 我说的 现在所有的签证申请 都非常非常慢 移民申请也非常非常慢 所有的 里米亚申请 有关于移民相关的 都特别特别特别慢 有很多人 我很幸运 我很快就拿到了 那些工钱 这是不是你已经 能在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了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现状 非常非常混乱 特别特别混乱 有很多人说 会不会辩证 这个真的不好说 因为现在加拿大比较高调 我现在我不确认了 我现在我可以挑了 之前你们看不上我加拿大 但是现在从现在开始 我给大家发布的是 我要每年招收50万新移民 很多人就觉得 那好申请都来了 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所以说造成了现在 曼省的一个现状 现在给大家具体聊一下 曼省的现在的现状是什么 现状我提交完省提名 因为都知道 加拿大门省是拿身份 特别碰不容易的一个省 我连续工作半年 不限工种的 工作半年就可以打分入职 被捞申请省提名了 但是 但是现在 年底最近两个月 捞分情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变态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出来 这样的捞特定捞分的 第一个 在上个月捞分是 特定捞在曼省有 实系亲属的 我才邀请你 申请省提名 第二个 是我今年这个月 我捞的这个人 是你在曼省留过学 或者你爱人 在曼省留过学的 我才捞你 你不要说你800多分的 你和这两个不相关的 我照样不捞 邀请你去提交省提名 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就不适合来了 其实现在都知道 今年曼省他那个省的省长已经换届 所以说他们也是在慢慢去尝试 调整一些方案去适用于现在一个这个阶段来 邀请申请者来调整一下移民的一个政策 特定捞分的情况 不难看出来 加拿大曼省 慢慢对于在曼省有联系的 我特定邀请 你就是我在曼省有亲属的 我觉得你会留在曼省 因为很多很多人知道曼省是个跳板 很多人在那拿到身份就走了 但是他又想着在曼省现在又又想着让这些人还是留在曼省给曼省创造价值 所以说这两个月的一个捞分的一个信号 曼省你最好是在曼省有一个就是亲属 这样的对于你们后期拿森们还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说现在真的是慢慢他们也是在做作为一个就调整 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加拿大曼省也不去人了 很多说不是要遭受新的每年遭受50万新移民吗 为什么我现在来这边自己移民这么难 因为职人太多了 好现在曼省积押的案件有五六千 没有看没有审批的 有一千在审批的 今年才做了五千个申请 申请就是说 你递交完省提名才审批的五千个 还有六千个没有审批 就代表着这六千个就会积押到明年 这就会展现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曼省省提名 现在的审理速度特别特别慢 之前说我半年 我会给你答复 曼省省提名承诺 我半年肯定会给你答复 但是在今年下半年 曼省省提名直接发了一个信息 我们不能保证你 六个月肯定有结果 你们还是自己想 想好你们如何续你们的合法身份 所以说 小达曼省就摆烂了 我现在的人手就这么多 你要是想等就等 不想等 你们再拎皮习近 所以说现在就导致很多很多 你转学一年工签或者配偶工签一年工签 马上到期的一个状态 也许他后面会解决 也许他后面不care这些人 都要看明年四五月份的一个状况 因为爆发点在明年四五月份 很多很多人工签到期了 但是省提名还没下来怎么办 这也是很多很多人遇到的一些问题 后面我会给大家具体聊一下 你们想来加拿大曼省 拿身份要如何很好的去操作 现在来说真的是一个动荡的 在移民条件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代 所以说你们要保持着 你们在曼省待个五六年的时间 毫不夸张的说四五年时间五六年时间 很多人说我来曼省 拿了身份我就走了 但是现在他压着你不让你走 所以说接下来你们后面就要这么去操作 第一个来曼省的 就是说想拿身份来 想快速拿身份的直接登陆曼省 不要去其他省 舌头了一遍 又来曼省拿身份 基本上以现在的分数来看 你是在什么其他省又工作过 又学与过 基本上曼省不接收这波人了 因为你要是又工作又学与过 直接扣200分 就代表着你800多分的情况 直接扣掉200分 只有600分 现在捞分情况都是700多分 800多分 如何能再试试 这个这么低的分数项上去上岸 不一定了 只能慢慢等待 只有慢慢等待 有很多很多人还在慢慢等待 所以说第一在一定要选好 不要扣分 二个 工签时长拉藏 很多很多人 现在还在考虑一年的学签 一年的配偶工签 或者毕业系工签够不够 以现在的一个阶段来说的 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省提名基本上要七八个月 你死 还没有省批到你的工签不到期了 怎么办 很多人说我可以让我雇主给我续 他在续的前提 必须得省提名给你下方的 下发了一个支持性 省提名支持性 才雇主才能给你续工签 说一说 这个就是要大家考虑的 像留学的尽量上两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去拿到三年的毕业工签 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更加稳 因为现在整个加拿大的条件来说的 看能看出来 他不确认 真的毫不够张的 在每个列别里面 他确实不确认 他就现在可以挑 说完了 之前省提名办公室没有这么牛的 你只要你申请工签快到七了 我发个邮件 或者是省提名办公室 给他说说请 他直接会给你下 现在不care了 有很多人 毫不够张是有很多人去省提名办公室 没用 没用 还有直接 移民部长的办公室被砸了 也是最近发生的事 你有什么用 砸有什么用 这只会 只会浪费时间 所以说 说得很直白 现在以现在的一个条件来说 现在是拉长速度 才是你能上岸的一个条件 第三个 个人的条件一定要加强 第一个英语 英语好不好 是你在加拿大能选什么项目 因为不好的就不太建议来了 现在以现在一个情况 比如说零基础来 零软学院基本上很难很难了 第二个 就是你的资金 资金会让你延藏 你在加拿大一个停留市场 现在你都知道 加拿大生活成本特别特别高 所以说你的兜里的钱 能让你在加拿大生活三年 生活两年 甚至生活一年 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注意了 非常非常注意了 好吧 那今天就大家 给大家聊到这里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拜拜